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缝制这些孔位 那么缝制这些孔位呢,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我们的米色线,量这里6倍,例如这里是1倍 那么一次类推,我们就量6次就可以了 我们用到的是双针缝法,所以线的两头都需要穿上针 首先我们把线的一边穿过针孔 然后拉出一小段线 接着用针从线的中间穿过 这里我们可以把线压在桌子上用指甲 然后短线拉过针孔,再拉紧长线 这样我们一边的穿针就完成了 另一边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第一字扣,还有这块皮安装到一起 对折,然后把这块皮对平这个孔位 然后我就开始 用针穿过第一个孔位 然后线的两端要分配的一样长 接着下面的针从第二个孔位穿到上面 上面的针从第二个孔位穿到下面 完成一次交叉缝线后两端的线一起扯紧 接着我们重复这个步骤 接着我们重复这个步骤 上面的针传到上面 上面的针传到下面 注意,下面的针传到上面的时候 放置的方向要一致 这样才会工整好看 接着我们就继续这个步骤一直往这里缝 好,好,好,好 缝完所有孔位之后呢 我们开始来收尾 我们往刚刚缝制过的地方 方反缝两针收尾 这里 穿过去 一针 然后这里 缝上来 一个孔位 然后最后这里往下穿,穿到里面 再把蜡线剪断 留出来一点点线头 然后我们的打火机烧一下这个线头 所以烧的时候呢,一定不能让打火机直接接触到皮上 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基础步骤就完成了 接下来都会用到这个基础步骤来缝制 那么这个步骤呢,也是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可以 接下来,拿出这两块皮 把这块皮缝制到这里的背面 缝制这排孔位 那么缝制这排孔位呢,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四倍长度的蜡线 凉好线穿好针之后 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这里凉线穿针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那么这里开头跟结尾都是有多一个孔位的 我们这里 这块皮的第一个孔位 对平这里的第二个孔位 我们单独穿过第一个孔位 从第二个孔位开始重合到一起 进一道 counts 这条第一个孔位 点滑 OO 冰洗 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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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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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做骨的粉 如果我好多多看一看 我就buch了 再加骨 像太多的味道 一杯 我可以看到骨头 �起来 整个骨头 有一些 这个骨头 接着我们红制完了之后 我们红制这块皮 还有这个手提的部分 这里是这样子放置的 这样子 红制一边呢 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三倍长度的拉线 两耳线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红制了 这边转称 饼 饼 边形 饼 胡椒 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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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好之后我们来下一个部分缝制外面这一圈线 缝制这一圈需要用到这段直线9倍长度的拉线 这里不需要什么其他地方 然后我们一直往下缝 缝到这里我们就自然的加进来这块皮一起缝就可以了 下一个步骤我们把这两块皮缝制到 这块皮旁边对平左右两边的大孔 这里缝过来就是这样 缝制这排孔位需要用到这段直线两倍长度的拉线 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大孔对平之后 这里对平的是这块皮的第二个孔位 所以我们从第二个孔位开始缝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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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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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收尾了 就是这个孔位 这是空着的 下面把这两块皮缝制在一起 这块皮缝制在这块皮的上方 缝制这一圈孔位 那么缝制这一圈孔位呢 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8倍缝成好针之后 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这里对平 接着我们来缝制底部这里 缝制这一排孔位呢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5倍长度的拉线 那么这里呢需要量两段线 因为要缝制两边 所以我们量两段5倍长度的拉线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是这块皮这样子重合到一起 对平中间这里 这个大孔是对平的 那么我们从侧边的第一个孔位开始缝 第一个孔位呢是单独穿过去的 然后从第二个孔位开始 然后我们一起重合起来可能至 1分钟 这样子合在一起缝制 缝制方法呢跟这里是一样的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接下来缝制这排孔位 那么缝制这排孔位呢 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五倍长度的辣线 两号线穿好蒸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首先我们是这样子 缝合在一起 白色的皮料放置在外面 缝制在上面 对平第一个口味 穿过去 可以吗 嗯 最后收尾的时候呢 我们要过两块皮的上方 从同一个孔位继续穿一遍 穿到下来 然后这里锁边 接着继续倒缝两针收尾 那么接下来这三个部分缝制方法 跟这里是一样的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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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